然后呢底下呢是组件的嵌套 以及怎么使用组件的数组 就是说我们其实来讲啊 就是组件现在我们就是单个一个组件 而事实上来讲呢 我们可以有多个的这种组件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好几层的这个组件 能理解吧 而且这组件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数组里面 用数组的方式来产生组件数组 那么这个里面呢底下的例子呢 我一会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没有5 在哪里 现在 没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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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一起到了 ID APP 还是拷贝吧 拷贝简单 写的后来敲历程 敲的有点累了 我不知道你们听的怎么样 我反正讲的都在是累了 对 然后呢 Let ODIP 等于Document 第二 getElement byID 好 那有了它以后呢 底下那个例子呢 还是这样 首先刚才呢 我们是 react.react.dom .render 前面的一般 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是my component 杠 这是ODIV 然后呢 在上面 我们还是把这个再写一遍吧 class 其实你写多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哎 其实这个感觉还还算顺啊 啊 my component ex 呃 pans 然后是 react 啊 点 con pull 你会发现一点提示没有 而提示写的都不对 没谁了 这事 draptor super 啊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把runner函数写上 啊 然后runner在这里边呢 是 是这样的 首先在这呢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先写一个 呃 呃 return 还是h4的hello world 好 看一下 2005 好 hello world 都能出来 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应该能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每次我都写成这样 我是不是可以拿一个变量 把它付给一个变量呀 也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cpt 等于 这个东西 这些cpt 大家想一下这样行不行 可以的吧 没问题 也就是说 首先这个是可以的 那其次来讲呢 那么我其实这么 如果这能写的话呢 上面他也能这么写 比如说呢 我在上面这有一个 我不把这写成hello world 我把这个写成隔壁王校长 写成隔壁王校长 你刷出来 刷出来 他就是隔壁王校长 对吧 好 你刷 他就是隔壁王校长 那么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也可以提出来 我这个东西也可以提出来 这是light chill 等于 这个东西的吗 然后这是chill 但是这是光写chill的行吗 你记住 它是个变量名 它是个javasrib 你希望他把纸 斩进去 对吗 加个大括号 对吧 没问题吧 好 你这加个大括号以后 那么你看 它是不是跟刚才一样 啊 这有错 稍等 我看一眼 anaut valid chill found object act with keys 啊 if you mean to render 哦 嗨 吃完了 吃完了 是这样 它这个地方呢 只能放一个数组进去 就要求也挺奇怪的 还是出错 userray instant的呀 这是array啊 拖了 拖嘴 整理 那我找到一个 拖书 拖 啊 他只是现在报那个没有Warning Key了 他在做这个的时候 对对对 没错 应该是这样 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来讲他需要一个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里边有可能有一个 有可能多个 他要求你放进去的必须是一个数组 放进是一个数组 这有可能是一个也许是多个 那么这个地方就必须外边扩一个地位 不扩一个地位的话 你现在这是一个好说 多个的时候就没法说了 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数组呢 在这比如说是child1嘛 那么你这是一个的例子 那么我可以做多个 比如说这是2 这是3 这个这个前面是react element 然后在这的话 你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当然来讲key那个事情呢 他还会继续报错 这个等回头我们说的那个 vdome的时候呢 我们再具体说这个错呢 我们暂时先放他不管 看了吧 他现在还是会报这个错 但是123 这三个东西都能出来了 但是这三个东西出来以后呢 那我们现在其实来讲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就说的是数组的这种 这种方式 我们用这种办法呢 就能够把它放下来 但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有点 就是会让你觉得有点恶心 这个方式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希望他能是一个更优雅的方式 那么这个更优雅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拿掉 这个更优雅的方式是这样的 他也可以拿掉 我们首先在这设定一个字符串的数组 比如叫做 childrenstr的一个数组 他等于什么呢 他现在就直接等于这个 因为你里边的字符串是不一样 外面东西都是一样的 理解吧 只有里边字符串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就先拿字符串把它扩起来 3 好吧 那么至少你现在这样看起来 它舒服一点 舒服一点以后 现在我要去构造这个children 那么这个children怎么构造 大家想一下这个children怎么构造 我们刚才说了 有一种办法是可以用缝循环 这刚才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说过速度循环的这个事情 缝循环这个方法是很low的一个方法 对吧 我们说我用缝循环是不可以的 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现在我这个地方 children要用map的形式来拿到 那children等于什么 怎么写 所有的同学 如果是看录播的同学的话 你就直接 现在把视频停住 你自己想一想 因为刚才有个例子 那现在 停一下 那么看直播的同学 那就没时间了 那我现在开始写 怎么写呢 他反过来是个ray对吧 那么我们其实需要用谁啊 用上面这个childrenstr给用他吧 他是速度吧 用他的什么 他的map对吗 必须用他的map吧 那用他的map的话 他的map里边有一个函数 对不对 这个函数是对每一个东西操作 然后返回一个东西 返回的是什么 写代码是要想清楚啊 你要知道你在写什么 然后再去写 他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这个东西 对吗 然后把这个东西插进去 那好 那他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呢 首先 他是一个三个参数的东西 对吗 当然我们也可以只 只写其中两个item 就是刚才那个elementindex 对吧 当然他还有一个 那个array我们就不加了 不加也没关系 然后这是函数 也就是这个函数 我们只给两个参数进去 只给两个参数进去以后 他返回什么 他返回这个东西 对吗 s4 而且这个为了让他看起来 就是那什么 因为return的时候 有个大括号 记得吗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 return的时候 这有个大括号吗 你把return去掉以后 大括号还要有 因为这个东西是余法堂 他回头往上加 所以你在这 如果回车了以后 这没有东西 这前面要有一个大括号 对吗 其实来讲是 把它写成这样 要知道这个括号是谁的 这个括号是去掉return以后 return后面的括号 然后在这回车 回车下来了以后 里边开始 敲你要的东西 这块就有点乱了 这个所有同学 你们要能够拎得清楚 我因为我前面都讲了 你这个地方要反应一下 然后这放什么 这放item点什么东西 item点 就是没有item点什么东西 好吧 因为你这里不是这个东西吗 然后把它往里放 这是进求准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还是这样 还是这个样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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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